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寂静之地 该片讲述了人类遭受神秘生物的威胁 不得不生活在寂静中 只要发出声音就会被怪物杀死 而作为幸存者的男主一家人 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度日 影片开始 男主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在药店寻找生存所需要的药品 药店空无一人 只有他们幸存了下来 女儿看到小儿子 小儿子在地上作画 凑近干是一架飞机 小儿子天真的告诉姐姐 他们可以做火箭飞到其他星球 男主过来告诉他们到离开的时间了 小儿子缓缓走过来 男主看到他手中的有生火箭玩具 摇了摇头用手势告诉他不能带 并拿出了电池 男主和妻子离开后 姐姐看着弟弟无辜的样子把火箭还给他 姐姐先走了一步 弟弟犹豫地看着桌子上的电池 他们走在路上 突然一阵玩具声音 让他们瞬间停下脚步 妈妈张大了嘴惊恐地回头看 爸爸则转头飞向儿子 却还是晚了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被怪物带走 晚上爸爸回想着小儿子 眼中蓄满了泪水 妈妈做好了晚饭 一家人默默地祷告 吃完饭后 女儿和大儿子玩游戏时 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 男主急忙扑过来灭了火焰 一家人大气不敢喘 担心怪物会听到声音 第473天时 妻子看着日历上显示 他的预产期就要到了 新生命的到来 则意味着他们肩上的任务更重 男主为失聪的女儿 做了小型立体声放大气 女儿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并告诉他 他们一直在尝试 但这些放大气并没有效用 男主无奈 只好把放大气 塞到女儿手中 男主回到房间 用手语告诉儿子 到时间去捕猎了 另一边独自坐在屋中的女儿 失了放大气 他真的听到了声音 他背上书包 带上弟弟的火箭 去了弟弟被怪物抓走的桥上 他拿出火箭 轻轻地放在弟弟的十字架上 当天晚上 妻子的预产踢到了 他独自一人在家 挺着大肚子 下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钉子 他痛地扔掉了手中的相册 声音引来了怪物 及时赶回家的男主和儿子 看到这种情况 却不能贸然进屋 男主想出办法 他让儿子去远处点燃烟花 而自己则会拿着枪 悄悄地接进房子 另一边 妻子的下地已经开始流血 他痛得几乎不能喘气 却还是咬着牙 不敢发出声音 就在怪物寻着声音 越来越近时 儿子及时点燃了烟花 男主在一瞬间 拿起枪冲出房子 听到烟花声的妻子 放声尖叫 男主回到家 看到已经产下的孩子的妻子 感动地抱住了他 另一边 从桥上回来的女儿 遇到了儿子 安慰好妻子的男主 前去寻找他们 姐姐和弟弟 坐在报废的机器上 望着远方 另一边 男主刚离开 房间里就开始进水 妻子看到了怪物 正悄悄地走进来 而放在摇篮里的孩子 近在迟迟 妻子不顾一切 急忙抱起孩子 就在怪物越来越近时 另一边正在为了 是否能离开争吵的弟弟 不小心从机器上掉了下去 发出了声音 吸引了怪物 寻着踪迹的男主 终于找到了孩子们 他们紧紧抱在一起 男主有手电筒 找到旁边有一辆车 他让他们进去 自己拿着旁边的一把斧子 姐姐和弟弟躲到车里之后 寻找父亲 却惊恐地发现了 正在父亲头顶上 爬着的怪物 怪物攻击了男主 男主也用斧子 砍下了怪物一刀 怪物听到 姐姐耳机里 发出的噪音 追到了车上 醒来之后的男主 看到这一幕 他扔掉了手中的斧头 在车中的女儿 偶然抬起头 看着父亲 父亲向他打手语 告诉他爱他 一直都很爱他 之后父亲放声尖叫 吸引了怪物 父亲被怪物杀死了 儿子开车带他们回家 妈妈拿着枪 正在安慰着 拿着放大器的女儿 突然他们又听到了 怪物的声音 影片的最后 女儿转头 看向父亲写的白板上 问怪物的弱点是什么 他若有所思的 拿着手中的放大器 开启了声音 声音让怪物很难受 就在怪物重新冲向他们时 妈妈开枪抱了他的头 全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让人感动的 莫过于父亲的牺牲 来换取孩子的生命 在生死关头 父亲没有犹豫 断然选择让他们生 血浓于水 父爱于山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